Lio聊世紀天天中心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來看波蘭人對上波蘭人 那我們頻道呢很少出現這種同樣文明對決的情況 那這場比賽一定是很刺激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場比賽是帝國戰爭的懸崖峭壁 所以開局呢帝國戰爭就28吋起跳 所以村民說一開始就非常的多 直接進入封建時代直接開打 那我們先稍微講一下波蘭人特性 波蘭人的聰明呢是世紀帝國裡面 聰明會自動回血的唯一的特性文明 而且他挖石頭呢可以慢慢產生黃金 那波蘭人呢大的重裝騎士呢 只要點下貴族特權銀貫技術 就可以變成30塊一隻的騎士 造假非常便宜 那帝國時代呢帝王時代 可以點下這個列克提克遺產 就可以讓大洛馬獲得擴散傷害的效果非常可怕 所以他也算是我認為洛馬攻擊力最強的文明 他的重裝騎士呢 數量多起來的時候也是很麻煩 那這場比賽呢是兩邊都是波蘭人對波蘭人 而且這場比賽地圖是這個懸崖峭壁 所以呢也是很特別的一張圖 這張圖就很像是一般的索科特拉島 非常近的距離 兩邊都要互相打架 而且地圖上的資源也不是那麼多 那兩邊都選擇波蘭人 我覺得算是一個很有趣的對決 因為這兩個文明都是偏向於塔崩跟開農型的文明 那為什麼他算是塔崩文明呢 最主要是因為他的塔崩村民會自動回血 所以村民不太容易死掉的情況下 在對射或是修建塔時候會有一點小小的優勢 但是即使不打塔崩 波蘭人也很適合打開農的路線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封建時代 到城堡時代會怎麼打 那兩邊沒意外的話應該是打直城 因為兩邊都是為死的狀態 好這邊MBL率先買賣 把石頭賣光 然後準備要來點下城堡時代了 那這邊賣完石頭應該是沒有打算挖石頭去插寶 應該也不是要打一個插寶流 那道特這邊則是挖石頭 然後買賣 好黃金賣賣 然後點下城堡時代 OK 那這邊點下城堡時代應該要來插寶 插寶的位置 現在最好的位置應該是這裡 這裡有個偏高地的位置 右邊有個小打鬥 槍邊兩邊互相踹出去 好但是MBL這邊也突然開始插起了劍塔 哎呀特別了這一把 右邊槍邊互戳 就把它擠去掉 好 道特已經補了一個馬就在前面 那MBL突然歸轉劍塔流 哎這就有趣了 一個想用插寶 但是一個在插劍塔 到底是插劍塔的比較有優勢還是插寶的呢 那布蘭人的寶兵呢 算是一個步兵單位 所以要防止對手進攻的話 這個寶兵 戰錘兵喔 算是一個不錯用的單位 但他的缺點就是移動速度偏慢 好這邊插個劍塔的關係 這裡要直接放棄這四片田 寶村 升到城堡時代 還是要補一跟城堡在這面的位置呢 防守劍塔繼續進來 好還是我們歪改一點 好結果城堡中心直接補在了中間 直接補了一個修道院 開局方式補得很快 好不然城堡補在這裡 那這個劍塔只要底下一擊射 應該這個劍塔就可以射的到了 好中間補下了一個修道院 中間這個城堡中心補好 暫時沒事 那蠻意外的喔 因為其實波蘭人一上城堡時代插寶的打法 其實是偏少的 並不是這麼常見的 最主要是因為他的騎士喔 路線喔還是比較算是主流 或是攻兵路線喔 直接打寶兵的路線算是很少見了 最主要是他的這個機動性不夠 主動權也不太夠 又害怕攻兵喔 所以其實用起來 第一時間打這個戰錘兵喔 並不是這麼有優勢的一個選項 欸這個怎麼蓋完成寶 打了一個馬就呢 好點下清起兵囉 好臭命拿來打架 就我後面生女招牆 臭命拿不及走掉 還是還是被射死了 OK 那MBL直接拿到了手殺 現賺一村 現在MBL打的是3TC開農路線 那DOT則是雙TC開農 那最近紅牛杯準備也要來開打了 所以應該很多職業選手跟頂尖的玩家們 都在狂打這個帝國戰爭模式喔 欸帝國戰爭模式喔 只有前幾名喔 可以獲得這個 紅牛杯的這個前進的賽事名額 所以現在最近喔 看到很多職業選手都在打這個 打這個帝國戰爭模式喔 一般的模式反而很少人在打 所以說 這個比賽喔 還是要多練一下 好 現在看起來DOT是一個 正常的開農路線 但是他要打樹地囉 雙TC樹地 開始買賣了 那如果是要樹地的話 這個青奇病投資 似乎 不是那麼的 有意義了 但是 不點這些青奇病的話 對方生女喔 可能會一直 過來喔 沒有辦法給到足夠的壓力 甚至減生物也會有點困難 所以我覺得這個青奇病投資喔 看起來是有用的 並不是到完全沒有狀況 有些觀眾會說 欸他都要打樹地了 還升級青奇兵幹嘛 當然不能這樣說喔 有時候這個青奇病喔 對方壓力就會很大 並沒有辦法這麼的輕鬆的 防守住 或是沒有辦法讓自己的生女喔 自由活動喔 這個差別就很大了 好 到達這邊一上去 帝王時代 劇情投資 待會就要來開拆了 MBL這邊也是按了一些生女 但是已經看到地圖上 沒有生物了 所以生物 生女就只能在原地發呆 稍微招搶一下 如小蝦對手 好 這邊點下了二級射 讓自己的城堡射程更遠了一些 破爛的生女科技呢 算是挺全面的喔 但是他缺點是沒有辦法點下贖罪思想 所以兩邊的生女呢 現在就只能乾瞪眼了 你看我看你啊 反正可能也不會繼續按生女 但雙修道院這個打法 在破爛來說 算是一個很少見的打法 因為他的生女科技 剛剛上說的 如果你生女戰要打的話 雙修道院要贖罪思想 會比較安全一點 但是內戰的部分喔 雙修道院的話 似乎是沒問題 ok 劇情投資機出來了 道可這邊選擇的是 攻兵開局 而不是騎兵開啊 那MBL喔 這邊是選擇的騎兵開喔 正常的開局模樣是 貴族特權 等點下了 那待會騎士出來 每一隻都30塊錢 比出奴兵還要便宜啊 奴兵一隻血量35滴血 攻擊力是8點傷害 騎士一半傷害10滴傷害啊 而且血量是120滴血 很有品種的話 而且黃金只要30塊錢 哇 這個弓兵跟騎士的體質喔 差很多 但是弓兵的優勢喔 你一直可以有射程優勢 優患對手 但是只要一旦被貼近的時候 這個情況可能就不太一樣 好 那在裡面兩顆生物 有可能可以拿下來 趕快把這個巨蟲頭司機 拿來拆除這些修道院 那現在MBL喔 點下了二級馬拉開 帝勇士帶還有20秒 20秒一好 應該就可以拿到主動權了 不然他現在很被動 只能挨打而已 好 但是道特這邊強奴還沒有點下 這時候可以點了 化學都點了 這時候強奴也可以點下 好 點了強奴 這就是這個強奴 雖然還不是很夠喔 至少20隻左右 好 裡面的騎士已經存滿多了 十隻 騎士 重裝騎士好 1分10秒 好 你這個動打進去之後 就可以開始往前壓制了 果然人現在 弓兵開始的優勢在這裡 好 已經去看到城堡 尷尬了 這只能撤退了 走 下 好 重裝騎士 還有30秒 先拉到右邊 然後給對方一些壓力 現在如果騎士一直放在這裡的話 對方就知道 會往前衝 會不會從側面進攻 如果側面進攻的話 後面的 過來支援的部署 可能就要小心一點 結果這裡不是要來抓掉這一口 而是要直衝後面 直接開口後方 但是這裡有個鬥沒有為好 簡單 這個被留進來有點傷 好 但是招向到了兩隻重裝騎士 家裡的問題有點危險 但是這個城堡沒得休 GO 這個城堡要棄手了 OK 城堡拿下 後方的重裝騎士 已經開打了 但是這邊用招向的騎士 過來防守一下 好 透明第一時間沒有受到太多的受傷 好 然後防守騎士雖然還是有點多 現在波爛人 還沒有點下 二攻 喔 所以我這一波騎士直接衝鋒 後面的僧侶 開始拉出來 重裝騎士 開始突圍 第一個 進行托斯基拿下 第二個塔沒問題 左邊的火炮 搖兵拿下 騎士 直接衝鋒 拿掉了非常多的強弩 強弩直接潰不成軍 這一波 MBL打得很漂亮 但是道特加力 好像也不是很好 欸 這個道特像是全面潰敗的狀況 MBL 村民術 開始反超了 好 這個樹地打法 越打越兇 哇 有點慘有點慘 提示還在喊 臭名差距被打出來了 現在兩邊的經濟是23.3 所以是4.1 現在MBL有優勢 導特現在的分數不太妙 趕快轉了一些重裝長槍兵 配上強弩的策略 那如果不配槍兵的話 其實也可以配寶兵 或戰錘兵 戰錘兵對抗騎士或是弱頭 這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那波蘭來說 他是比較害怕弱頭的文明 還有這個遊俠庫 因為他的重裝騎士體質 完全比不上遊俠 而且他也沒有大槍兵的關係 所以用槍兵去防守的話 還算是堪用 又不是那麼好防守 最好的話 能選的話 還是選擇戰錘兵 去當做前排阻力會比較好 槍兵的話 算是比較尷尬的 他的體質夠 波蘭剛出來的時候 他有一個特殊打法 戰錘兵 戰錘兵配戰錘的打法 可能有接觸過那段時期的玩家 知道那個戰錘兵配 戰錘的打法其實很溜 大家都知道這個 戰錘兵打騎士 怎麼打都是一滴血 尤其對方有三級馬海之後 但是戰錘兵 適量硬度的時候 後面戰錘 打這個騎士就會很痛 基本上一個直錘就是一隻騎士的傷害值 好這邊 破爛的 我們都破爛 這邊重裝騎士的數量一直被偷換 這裡強弩數量 現在來到40隻 開始穩定起來了 這次的搭配組合 NBL就會比較頭疼 畢竟有這個槍兵戰 OK 那現在這個情況 對於NBL來說 開始有點不妙 但是村民宿 是比較好一點的 到時候這邊是不管村民的落後 先把軍事先穩定起來 後方的騎士利用了進來 這裡趕快圍 圍石牆 圍得好 這裡有個洞 我圍好了 要不要關本獸呢 關一下廁所 OK 這一波要重裝騎士 可能出不去囉 哇 NBL這波有點送 牠們開始在努力抓村民 好 看到這一波關本獸的情況 看來 重裝 長槍兵的數量不夠多 我們重裝騎士從裡面 反殺了出來 欸 怪的怪怪的 這個跟我看到的基本好像不太一樣 結果前面這坨 牆爐沒有辦法做到太多的事情 看到城堡還是只能撤退 結果NBL村民宿也不是死亡太多 這邊騎士動物抓到挖手的村民了 重裝騎士裡面還有25隻 這一坨牆爐 還沒有回救 現在到頭是用按出來的牆爐 就回家防守 好 現在騎士的數量 還有27隻 NBL 又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想要把所有的礦點全部拿上 確實是要這樣做 這張地圖真的是 誰拿的礦夠多 誰的優勢就越大 這黃金就走一撮一撮的 每一撮都走1600塊黃金而已 好 這根寶很關鍵 大奧特要是能插得起來的話 NBL 右邊的兩個城鎮中心都一邊打下 好 但這東西是至乎沒有要理正面的意思 NBL直接鬼轉中頭 轉中頭 而不是轉戰矛 畢竟轉戰矛的話 沒有三級的工兵鎧甲 也是很容易被牆母給射穿的 直接轉中頭的話 運氣好 一巴拍下去 直接暴斃 好 是有可能 好 從頭策略 錯 現在 最關鍵是 右邊這些礦區 該怎麼拿回來 自己沒有產火炮 也沒有產巨型頭C 好 但是波蘭它是有大衝車的文明 所以可以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要不要用衝車開頂 對面可以吸引一些強弩的火力 也算是一個不錯的策略 因為這個強弩數量有點多 79隻強弩啦 哇靠 我的數量有點猛 OK 這些強弩開始開射 哇 直接射傳六邊的城鎮農心 跟農田地帶 村子能到處逃亂 火炮也架了出來 重裝騎士 要從後方溜過來嗎 好 但是想想 還是算了嗎 看到有這麼多槍兵 強弩也回來了 NBL這波打下去可能會頭破血流 先別打 這根城堡 感覺要找個機會拿下會比較好 OK 但是DALT有火炮 可以防守 所以NBL轉出 巨型投石機 也有反射方法 但是NBL這時候的中型投石車 已經 去世代發了 哇 裡面還駐軍了20隻的強弩 增加城堡的射箭數量 OK NBL也轉出了化學 看來沒有火炮還真的是不行啊 有火炮 主動權會更多一些 好 後面又再補一個城鎮中心 盡可能的想要保住這一坨的村民 從車過來即時拍了一下 哎呀 沒有拍到這些村民 看來是要被村民追著跑了 好 上方巨型投石機 開始開拆了起來 工兵鏢過來 如果不過去的話 可能就不會被砸吧 OK 現在的情況 對於DALT來說 是暫時有力的 90隻的強弩 對上大約50隻左右的重裝騎士 是這裡有鐘頭 鐘頭拍一下 哎呀 這個又很痛了 哈哈 好 右邊想要再補一個城堡 但是NBL打算要開始衝鋒 那一波的騎士衝鋒 好像沒有要回頭了 就是要往前 但後方城堡 並沒有注射更多的強弩 騎士直接四處散開 盡可能的想要接觸一下 自己的攻擊面積 後方的中型投石機 也在緊追在後 投了一發下去 砸掉了一隻強弩 但是後方的中型騎士 還是緊追不捨 這裡的強弩 直接全部收到城堡裡面 讓城堡的方向繼續增加傷害 但是NBL的火炮 並沒有第一時間進行攻城 強弩繼續在拉扯當中 但是城堡 還在繼續輸出 感覺是打得有點烏烏開了 好 好 最後中方騎士損失數量很多 但是道特也是 兩邊的死傷 都是非常的嚴重 好 目前看到道特 透明的數量 明顯是落後於對手 MBL的村民數越來越多 那道特現在要打贏的話 可能有點困難 後面這個墓區也是 工作效率極差 這個離法牧場太遠了 但是如果往前法的話 左側又會有危險 往右法的話 現在是MBL在後面偷偷搞事 所以這邊要先拉去強弩 先把這些村民拿下 那強弩一往上走的話 後方這個城堡又會被火炮進攻 哇 這個尷尬了 道特真的是 走哪裡都不太舒服 好 感覺右側這塊區域 要趕快拿下來才行 好 這根城堡 最後還是要被拆除 一共打一炮 好 搞定 騎士趕快出來追 但是突然的動裝騎士 是很害怕 弓箭傷害的 因為沒有三級馬卡 遠方至終只有4點而已 所以到底是重裝騎士的波蘭厲害呢 還是強弩派的波蘭更勝一籌呢 內戰情況下 真是不好說 好 現在道特又趕快轉出了一堆強弩 但是村民術依舊還是落後的情況 波蘭人MBL 上方這一坨村民被射光之後 也是下降到剩下82村 兩邊的經濟都不是那麼的好 他們就是想要打一個大規模交戰 一波帶走對手的一個策略 好 這一波招翔 一招投資車砸一下 沒有砸到 砸到了被招翔掉的槍 這一波槍趕快往後鑽個洞 讓這波MBL有細節 這兩隻重裝騎士直接卡住了 這個大中人中間的縫隙 讓後面這些槍人沒有辦法 無願以償進去 這邊槍弩死了一大片 左邊的這根城堡 一帶也是有點難熟了 後方的槍弩還在努力防守 這一波有可能會一波倒嗎 後方的火炮要拆除成功了 城堡也陰落 現在能靠更多重裝騎士 加上重裝長槍兵才能防守住了嗎 槍弩感覺已經虧不成軍 要再重新續起來也不太可能 但是道特這邊已經打出了巨局 我們恭喜MBL拿下比賽勝利 哇 最後兩邊出了170隻的槍弩 跟181隻的重裝騎士 兩邊的交戰是非常精彩 那MBL這邊也是示範了一個很好的散兵策略 把所有的這個騎士散開了 然後盡可能用騎士 卡住這個槍弩後退的撤退路線 這樣就可以盡可能的 把這個槍弩給包夾起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MBL拿下支援上的勝利 雖然石頭輸了一些 但是其他支援是贏了很多 似乎是贏了1萬 黃金的話兩邊只是差不多狀況 畢竟道特可是擁有5生物的男人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